當然還有,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剛剛RUN的部分 就這些,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個如果這個TDS.x大於1 這個指的就是說,它是不是抓那個月份的部分 因為月份的部分,1到12月它都是TH 主要是判斷這個啦,因為實在是想不出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底下的話呢,都差不多 就是這個部分你會發現它全部都抓TH 那底下這個是,這個淡水是TH嘛 那底下就是TD,所以喔 分別去抓 所以這個抓到的話,就是抓到淡水 安部、台北等等的 這些的話呢,就抓到後面的資料 那我再分別怎麼樣 把資料抓過來,分別丟過去而已啦 大概我想的方法 所以如果細節,你們假如說對這個程式 想要再更精簡的話 可以再想想看,這部分的程式有沒有辦法再變更 那如果沒有啦 不然你就是 先拿我的來當程式範本吧 當參考 OK 那之後的話呢,我們期末的報告裡面 其實我比較希望就是說 你們能夠呈現幾個重點 第一個 必須有抓取資料的這個動作 那至於你怎麼抓啦 你可以從Web也沒關係啦 你用Post也沒關係啦 你用IE物件也沒關係啦 反正你就是要有抓資料的這個動作 OK 那當然你每個同學的程度不太一樣啦 你可以自己量力而為 如果實在不行沒關係啦 你拿之前類似像那個 什麼大樂透那個 那個大樂透資料那種抓法 不過你要找的網頁可能要比較簡單一點點 然後呢,再加上分析資料 分析資料呢 你可以拿那個 之前講過的樞紐分析表的方法也OK 然後再來就是繪製圖表 那你也可以用樞紐分析圖的方法來繪製也OK 然後最後的話呢,也是一樣啦 就是寫跟其中差不多的 把那個選題原因啊 設計過程的心得撰寫與我的 然後並且繳交 那大概是這樣 期限的字數啦 至少是500字啊 應該沒問題吧 500字好像小看大家了 OK,我看有些同學真的寫到5000個字了 把它拿來當一個小論文寫了 而且還要那個出處啦 標註等等都寫得非常的完整 哇,實在是太認真的 那相對分數會給的比較高一些 那繳交的期限的話 是在... 因為我們期... 期末是在這一週吧 1月的11號 是不是 是不是太早了 18號啦 可是我還是要算你們成績啊 我不能太... 18號來得及吧 要不然就是15號吧好不好 16 應該15太... 15... 16 這樣... 可能會怕看不完耶 可能會怕看不完耶 那16 15差... 有差那一天有差嗎 那應該是週末 週末 那16好了好不好 16OK 不然把這裡改一下16號 Daylight OK 記一下齁 應該沒問題吧 時間應該有... 蛤 晚上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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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凌晨 以...就是... 如果以... 這一天來看的話 那就是16號的... 凌晨好了 等於是... 17號... 17號的凌晨12點 就是... 16號的11點59分 我就... 截止了 所以你... 到... 11點... 59分的59秒 過了你被你遲交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樣可以吧 好啦 當然量力而為 我覺得就是... 我主要是看你努力的... 這個... 態度的結果啦 如果說你實在程度沒那麼好 沒關係 你可以說明 你文字敘述多一點沒關係 你程式少寫一點沒關係 但如果你程式可以多寫沒關係 你就是... 把程式能做的盡量做啦 但是也不要... 就是... 超出自己的範圍之內 當然我是最想要看到什麼 又可以用IE物件抓資料 又可以用樞紐分析表分析 然後又可以用繪製圖表 繪製需要的圖表 然後並且做出像POWER BI 類似的那個Dashboard 有沒有 可以把它整個填滿 應該知道POWER BI這個軟體吧 沒有 Google一下好了 OK喔 然後... 主要是這個啦 但是我覺得難度其實是相當高 可是如果你可以做出來 我建議你將來可以在你的履歷表上面把它留下來 因為這些東西是目前很夯的一個應用 大數據分析啦 當然後面如果你還可以結合AI 結合機器學習 結合深度學習的話 那更好 那等於你現在找工作絕對不是問題 應該是工作來找你 可是前提我建議是 要不就是你留下一些作品 參加比賽的成績 或者甚至你拿一些相關證照 或者工作經驗 那相對的你絕對就 應該就絕對不是找工作啦 應該是工作來找你 而且可能你要挑工作 你可以從薪水最高的先選起來吧 是不是 OK喔 不過前提是你要先有東西啦 甚至我建議 如果你有習慣寫作的話 你可以寫一些部落格文章 或者甚至說你可以寫 錄一些YouTube影片 做一些這個相關的分享都是非常好的 因為你可以讓別人找到你 OK喔 大概是這樣 最後的話呢 我們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就下載什麼 下載全省的這個降雨量 但是降雨量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個降雨量部分 其實它的程式部分 應該是跟氣溫一模一樣 只是說呢 會有個地方 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也就是說你今天載入到這個網頁之後 有沒有 你必須要讓什麼 這個地方下拉的清單 讓它可以改變到這裡 有沒有 就是你可能要先 1點選它 2點選這個降雨量 讓它可以跑一下 有沒有 它就資料重載 也就是說 它第一次載進來的話 還是氣溫 可是你必須有沒有 要能夠切換清單 並且讓這個清單能夠work 那裡面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你只需要 再多增加五行程式就好了 那這五行程式的話 前兩行呢 特別注意喔 就是要跟它講說 我要切換到這裡 OK 那它的位置 可能要記一下 24680 我記得好像要算 這個應該第九個吧 我印象好像是這樣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 你要讓它能夠 下拉清單變更之後 再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總共會有五行程式 這五行程式在哪裡 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 因為這個難度也是蠻高的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的第15頁 那增加哪些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增加的部分 其實就是在 在這裡 應該有六行吧 這兩行是切換index 這兩行是 產生一個這個event event就是說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當 這個切換的動作改變的時候 那我就 讓它觸發 因為你剛剛這個點選 如果你這個地方點選 那個 點下去之後 理論上它不會work 它能夠work的話 變成你要能夠建一個事件 那建一個事件之後的話 最後呢 我們再利用最後一行 它有個方法 叫做dispunch dispunch 這個地方 有一個event 就是說 讓這個event event事件 讓它觸發 然後呢 告訴它說 把這個event加進來 跟它講 當去偵測說 這個網頁 如果是change狀態的話 那就幫我把 這一個清單裡面 做執行的動作 OK 所以特別注意 我大概改哪幾個地方 第一個 其實好像 我記得 就是這些 其實它底下都沒有變動 因為底下的程式都一樣 就把這些有沒有 把它Ctrl-C Ctrl-V 貼到剛剛那個地方 那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地方的程式 剛剛這個 下載氣溫 這些程式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改成下載什麼 下載降雨量 然後呢 再把剛剛的那六行 貼到呢 這個底下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裡面的話一樣 因為這個 讓同學這樣F8好了 我把它也是主行 那第一步的話 一樣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sales.clear 就是把這個 工作表裡面所有的資料 先清空 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 IE軟體 載到記憶體裡面去 變成一個IE的物件 然後呢 再連結 我先Navigate 我先把 這兩行顛倒 先讓它什麼 先讓它Visible等於True 先讓它顯示出來 瀏覽器打開了 然後呢 再幫我連到那個網頁 就這個網頁 但是這個網頁 目前的話呢 它是氣溫 所以我要讓它怎麼Run 特別注意 關鍵的地方來囉 第一個的話 我要先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叫什麼 按右鍵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東西的話 我在這邊好了 Column比較好點 按右鍵 檢查一下 它的名稱呢 它的selectid有沒有 主要是這個id名稱 id名稱叫item 所以呢 我要找到它的話 那我就不是用tegnan 而是用另外一個語法 叫做getelement 特別沒有加s喔 byid 剛剛是bytegnan 對不對 現在的話是by 而且喔 有個地方喔 getelement 沒有加s喔 你會發現喔 常常出錯是加s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其實我之前也打錯啦 我多一個s 那為什麼沒有s 後來發現 因為id是唯一的 不會跟別人一樣 所以呢 不會是複數的 OK 那找到名稱叫什麼 叫item 就找這個 這個叫item 然後呢 在這個item裡面呢 我讓它呢 把這個index 叫slate index 就是選取的項目 改成第9 為什麼第9 我剛剛算過啦 0 它應該排在第10 可是編號從0開始 所以呢 把它改成9 有沒有發現 你這兩行 有沒有 做完之後呢 這個時候有沒有 有沒有 下雨一樣都出現了 蠻好玩的 所以以後啊 如果你要搶票的話 其實寫這個 有沒有 這真的可以喔 如果你要去搶五月天的票 搶不到的話 你就寫一個這個程式嘛 對不對喔 你搶到這都可以賣 紅牛票 不能再講下去了 OK喔 這真的可以啦 OK沒有問題 而且喔 特別除以 那個VBA裡面還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設定時間的喔 就是當on time 那有一個on time的方法 時間到開可以去執勤 而且是可以不斷執勤 你可以開很多個 Excel檔喔 同時去walk 同樣做同樣的事情 OK 是不是可以 我不知道啦 可以試試看嗎 以後你可以當黃牛了 OK喔 直接黃牛 這不是正圖啦 OK 再來呢 它沒有walk 你會發現喔 這兩行喔 主要是切這個對不對 但是它還是氣溫 那它怎麼讓它可以walk 其實就主要這三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F8 Change 就當它Change的話 我要讓它walk一下 所以 Dispunch Event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降雨量有沒有 底下的部分呢 就出現了 所以特別說 這兩行是變更這個清單 這三行呢 是變更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呢 一樣喔 你想說位置為什麼一秒鐘喔 其實你可以三秒鐘 因為它要去low這個資料 從low的話 還是要時間 所以你如果太快的話 可能會miss掉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注意一下 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執行 這樣的話呢 很快喔 降雨量的資料 就全部下載下來了 OK 所以這部分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所以利用這個部分的話 關鍵的地方 主要是 這個六行的部分 其他都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想說 這個好像沒什麼啦 跟各位講 不過這些東西 真的是費盡我很多時間 光要把這個清單能夠work 花好多力氣 那為什麼可以知道 其實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上面我有把 我能夠查到這些資料 的相關網址放在這裡 這個 叫W3School 裡面它有一個叫 針對HTM的DOM 這個Document物件 Element有沒有 就是剛剛的元素 Object的說明 其實從這邊裡面 就可以查到 它裡面的什麼 Property Mencer 其實這邊都有 另外的話還有這個 給開發者的技術文件 API 其實都從這上面查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想要成為一個爬蟲高手的話 這個都是絕對必要的基本要素 所以有時間的話可以再自己看一下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 你們就是把那個 這個降雨量的部分 也可以把它實做出來 所以也許就是我們最後看到的 請各位就是把今天 今天的話也許就是 大概不外乎就是 把這個全省氣溫 跨工作表物件把它產生 另外的話最後就是 下載氣溫跟下載的降雨量 大概這些練習一下 那今天就繳交這個練習的作業就OK了 另外我剛剛有出一個 一道題目有沒有 就是可以把那個 我們的原本的圖 本來是縱向一列 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 縱向一欄 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總共三個欄 有沒有 如果把它橫向 最好是可以全部把它填滿 整個工作表的範圍 那是更好 所以可以試試看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畫出來一個dashboard的話 總共是 本來是縱向的 把它變橫向 OK 這樣怎麼做 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說 我們現在既然氣溫有了 降雨量有了 那是不是可以把剛剛 最前面的那個組合圖 也全部把它做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那更好 可是這個難度就更高了 所以 剩下的部分 請各位就是自己再延伸出去 然後盡量多去使用這個IE物件 那IE物件其實 我剛剛用到這些方法 我有提供兩個連結網址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細節 detail的東西 其實也許可能還是要自己查一下 網路上面的相關的說明 OK 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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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